字幕君 哈喽我是阿怪 今天來介紹《命運生器》 《命運生器》是一款非常精緻的美少女冒險遊戲 玩家將扮演冒險團團長 為了奪取《命運契約》前入皇宮 遇見了該國的公主 最終一起加入冒險團的故事 遊戲在一開始的帶入感覺非常好 不管是劇情還有遊戲的背景都非常貼藉 二戰鬥的部分就是房子內心 玩家最多可以要排六位角色 放上去角色之後就會自動的戰鬥 也會自動的使用技能 而每個角色都會有不同的能力值 像是一開始的刺客角色 它就是爆炸輸出類型 可以在擊殺敵人之後再做多樣的追擊效果 除此之外還會有聯繫關係 有聯繫角色上陣就會有不同的加成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些角色還會有合擊效果 在傷害的部分還會大大增加 後期還有盛氣或者是一些特殊道具 讓戰鬥變得更加有趣 而遊戲在演藝具現的部分 真的非常帶入感 而且還很有活動性 有些故事還會用動漫的方式去做表現 真的會讓玩家會心一笑呢 目前遊戲是入版上市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囉 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命運勝氣 大家可以看到一開始這個遊戲的畫面 畫質相當的好 而且感覺起來非常有的 非常有那種體驗感 然後就是很跟遊戲有互動的感覺 那目前遊戲是入版剛上市 我們來測試看看 我個人覺得遊戲畫面跟畫質都還不錯 但覺得有點學習一款放置類型的遊戲 有一款遊戲啊 我覺得很像 但是有點想不出這個名字 因為遊戲玩太多 有時候會想不起名字 好 現在來看一下劇情 怎麼有點馬力歐 潛入皇宮 為什麼有那種很像卡通圖案的感覺 很有趣 好 所以就是放這類型嘛 就這個娃娃嗎 浣熊 他長得很像別款遊戲 好 四級之後可以升級 然後八級之後可以突破 然後增加天賦 命運勝氣在哪裡 往上滑 喔 有一種漫畫的感覺 蠻有趣的 嘿嘿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是第685個想要帶走盛氣的冒險團 可惜他們都失敗了 嗯 很大 成交 為什麼這麼有趣啊 好 我們現在在偷偷潛行 我們繼續往前走 整個遊戲體感到目前為止是很有趣的 那我們人物都沒辦法往上放 又是倒極團 有完沒完啊 好 完了 我的血不夠了 果然沒有我不行啊 羈絆會有共同釋放的合集耶 喔~~ 不錯耶 很 很立體耶 大家有感受到那個立體的感覺嗎 你要找的命運勝氣就在王宮裡 繼續前進吧 我們先看一下他是怎麼戰鬥的 好不好 他跟他說合集是直接開始就合集嗎 還是中間會有時間合集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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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兩個人都行動完之後 兩個都行動完之後 會嚇壞一個人的怒氣 我們的血量已經不夠了 要升級了 哇 超可愛的 等一下 很滿意 我也很滿意啊 這個動畫也很讚喔 好吧 讓女僕入隊吧 沒有什麼好講的 畫質真的滿讚的耶 他感覺是魔法師之類的 防禦護盾乘傷 所以他是前排角色 來 我們看一下 一開始我們還是需要這個兩個人 因為這兩個人還是需要他們的合體技能 滿屌的 OK 能量回復 然後左右必綁 我覺得真的滿讚的耶 超級的動畫 透過 受傷嗎 受擊來提高能量值 也就是說他受到攻擊一定的程度 他就會有那個 防護盾 滿讚的耶 欸 如果台版有上 真的應該 我覺得會賣喔 會大賣喔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神奇就在這裡 哪裡 哪裡 果然 他就是公主 什麼寫 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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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要跟姊姊打嗎 姊姊叫做 蜜雪兒 長得大了不起 他這樣講話 他血量有10啊 合擊只能打掉他一點點的血啊 他大招很華麗耶 沒血了 怎麼了 天啊 好特別的弱點 可以 這劇情可以了 差點翻車 剛剛那個叫做差點翻車 8級可以突破 然後10級就開啟第5第6的陣位了 聖器到手 趕快流 唉唷 來 蒙困過關 第1章節 很有趣耶 好嘞 可是大名盯平了 為了踏上冒險之旅 負得不踩用這種冒險的方式 不過 這就是本軍人 請多指教 所以我們第4個角色已經得到了 acontecer 流之大吉 他這個封面啊 跟他的整個設計真的很有趣 這合擊真的是群體攻擊蠻好用的 不然正常的話就只有一排嘛對不對 看來就是今天的公主殿下 是隊友嗎 好可愛 多了第四個角色感覺就是高傷害的角色 高輸出 果然你看輸出收割 通常這可以攻擊殘血的感覺 他叫做倉圖嗎 倉圖啊 他們有羈絆效果 提升自身20%的免傷 然後還有護盾生命值兩回合 先把這個連升一下 每個人只有兩個那個叫什麼 這個而已 只有兩個才可以 還是有他跟這個人還是有 好啦還可以 啊怎麼了 喔他跟別人的 好那先這樣 來繼續溜之大吉了 好現在可以開啟兩倍速了 喔很棒很棒 可惜他的畫面是不是不能移動 不行 我沒想到這樣直立式的這種 簡單的遊戲竟然可以做得 這麼有體驗感 果然果然你看我剛剛有說 他就可以殘血歌人吧 現在還在下載嗎 我們看一下還在下載可惜 繼續吧 我覺得好玩耶 這種可以可以玩久 有一個已經對方已經有怒氣了 直接先使用技能 好這個章節 逃離王宮的章節 哎呀完了姊姊來了 完了姊姊在下一個 老大 哇你看那個地板都改變了 那個背景形象真的有趣 所以到時候一定會有一個比較確定的組合 就是A跟B有聯繫 又跟C有聯繫這樣 其實不用兩倍速耶 就蠻好玩耶 我們來突破 看是突破哪一位 突破 會怎麼樣 增加百分之百的暴擊率耶 來了姊姊來了 喔打Boss了 打Boss了 打Boss了打Boss 闖érie 第二個沒殺掉 哦他還有追擊效果 糟糕 被他觸發追擊 你直接死一個 所以他死掉他就沒辦法用核擊技能啦 所以一定要在場上啊 差點翻車 好可愛 中了 威爾還在喘傷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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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爾 威爾 妹妹 起路 順風 喔 好帥啊 有帥齁 好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了 他是喵喵嗎 他在講他的喵喵啊 好有趣啊 我們可不可以去 啊 要10級啊 好啦 我們先去玩 因為我很想看他有沒有什麼 啊 完了 他發燒了嗎 哇 背景悍 喔 厲害 你看 我們9級了 10級開始 5 6正位還有那個小隊 所以我們先開始吧 現在平時的他就像暴風雪一般 在你們之前 奇蹟又挺 來 我們 先用一倍數 想看一下那個刺客的部分 刺客有嗎 刺客有嗎 喔唷 還是有 刺客還是有成功 還沒有 我以為我們已經可以那個了 難道公主激活了命運盛氣 那個飛彈竟然有那個 有那個臉 你有沒有 有那個很壞的臉 可以跳過嗎 還不行 我剛剛看以為可以跳過 這個叫做你先飲茶 喔 那個人已經死掉了 因為我沒有養成那個啦 我沒有養成那個兔兔角色 升級10級了 我們可以來招募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吊燈 剛剛那個寫吊燈 我也以為寫成屌炸天 是一個人 所以 你就是我的主人了 我家光之星 是命運盛氣的化身 所以我們就是命運之人 我們可以招募了 很棒 來 開啟新功能 招募 感覺第一次應該是固定的 感覺第一次應該是固定的 喔 招募到公主啦 對不對 SSR 維爾 控制加治療 好 我們現在已經開啟五個了 喔 都激活了 至少四位角色上陣 哇 還有冒險團裡面的角色都上陣的話 突破 突破 生命低於30 恢復自身攻擊 增加30%的生命值 醒了嗎 喔 他也會加入嗎 他是大魔法師耶 這樣子六個人的角色都湊滿耶 還是要課金 課金啦 課金才有辦法 繼續你的旅途吧 繼續你的旅途吧 只要課金就可以擁有他 好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 啊 都不夠了 糟糕 加錯人了 浪費了 下載完了沒啊 我好想要那個 哇 超多輔助的 誒 沒看到我們的那個 治療角色使用的技能 啊 又BOSS來了 嘖 又BOSS來了 我靠 直接殘血 好厲害 我覺得是有點讓我們適用強者的概念 看起來畫質都超好 而且技能都超強啊 好 唐揚 好 唐揚 你 嘴巴 你 嘴巴 嘴巴 有個大小的 好 那個的 好 唐揚 好 那個搭配 好 唐揚 我們 給你 好 唐揚 1,2,2,3,3,4,1,3,4,3,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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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渴